美20年一个大运 接下来2024年到2044年是离火运 倒推往上20年是土运 所以做房地产的做工程的赚了很多钱 接下来20年到44年是离火运 类似跟火运相关的都是非常不错 干跟美和健康相关的 这个生命细胞抗衰这一套 都是行大运的 未来三年 哪些项目适合女性创业呢 接下来说三个领域 第一心理咨询师 欧美发达国家最重视的东西 我们国家离婚率一直向上 心理健康我们从来不重视 但是现在大家开始重视了 因为生活条件好了 第二个行业跨境电商 以前离我们挺远的 那么我们的产品要卖到其他国家去呢 要通过外贸公司帮我们搞出去 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我们的东西啊 以前在国外不受欢迎 但今天国货崛起 因为疫情其他国家呢控制不了 那么根本没有秩序的生产 国外已经缺货 但国内呢疫情管控的很好 我们的工厂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一直有序的生产 第三个有可能爆发的行业是 互联网营销室 我们每天在直播间看到那些 小哥哥小姐姐在卖货 那种身份就是互联网营销室 你不要看他们只有10万20万的粉丝 但是他们能卖几十万上百万的货 工作室就三个人五个人 不是什么大团队 几个人操作一年营收1000多万 所以新媒体是风口 不要去抱怨变化 而是要四个字顺势而为